大家好,又到我們敗家的時間了 拍片的今天是月尾 我們竟然說得及收到10月份最新的墨幻胎產品 當中包括了大家眼前看到的這兩款 Batman Beyond BAF系列的最後兩隻角色 還有這一盒我沒有記錯應該是第三款富宇宙的邪惡Batman 2-pack 作 其實今個月不止這麼少東西出的 Muffine Toys 還推出了《烈摩士3》的模型 還有《狗為鳥》的電影系列 公主新娘的產品 不過撞中我的就是眼前的這三款 以及今天會玩的這個 沒錯,就是我們狗為鳥的RAW X系列 今次的Wave 2和Wave 1不同 今次只有兩款角色 包括機械西牛Huff 以及機械飛龍Theragon 不過今次的Wave 2產品依然有四隻 因為今次官方很狡猾地為每款角色 推出了兩款顏色的版本 以我們這一款Huff為例 今次除了有這一款深啡色皮膚版之外 也有另外一款橙紅色皮膚版 不過我沒有入手 今次Wave 2也是用回Wave 1那種開放式的外盒設計 不過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今次多了一份東西 不如我們拆光索帶出來 看看研究一下吧 首先看看包裝上面那份東西是什麼 其實如大家所料 都是迷你Poster 有一面就是今次Wave 2的Theragon和Huff 而另一面也有Huff 不過就預告了接下來Wave 3 會有什麼機械角色出現 今次這隻機械身由Huff 不論是外形和可動性 和上一個Wave的機械大猩猩Sigolf 都是幾類似的 首先都是人形站立 可動方面都是頭手腳5pt可動的 對於我們這些玩開 平時Muffine Toys 22pt可動的玩家 可能就少了一些 但其實對於一隻大型的交戯玩具來說 其實5pt關節都足夠了 他已經可以做到一些非常有幻味的動作和姿勢 例如一些向前衝鋒的動作 或者一些星龍拳的出招的姿勢 這次Huff 他被機械化的地方只有一個小背心的位置 相對於SIGO 甚至是整個系列的其他角色也好 他身體被機械化的比例 都是最少的一位 不過我個人覺得 他那個機械和身體連接的地方 就是整個系列做得最好的 其實平時處理這些地方 很多時候都用了現在 我們看到Huff手臂的做法 就是很Smooth 直線來的 齊緻緻的 現在大家看看Huff的小腹位置 以及背部位置 大家會看到機械和身體的連接地方 會有很多電纜、管道做裝飾 而且是硬硬硬的 不是一條直線 看上去其實會比較像我們平時看漫畫、動畫的生化機械的感覺 而第二個我不太滿意的地方就是 他既然叫做Huff 為什麼他身體沒有提 還是我明白了意思 接著我們當然要開一隻Pteradon 其實之前我在網上 我忘記什麼地方 我見過這個盒底的相片 那時候由於我留意到 Wave 1 四個角色 他們的大小比例 和實物是一樣的緣故 我真的會以為Pteradon真的會大很多 那時候非常興奮 我心想 沒有那麼大隻 又有一輩那麼大 已經很棒了 誰知道看到實物之後 發現這麼大隻 當然會有點失望 接著我再拿回剛才的盒出來 比較一下 對比起來 我們的Pteradon 更加細小 那就更加身亡了 這次我們的Pteradon 盒裡也有我一模一樣的迷你上面 連Poster我們就不再長談了 那說回Figure本身 其實呢 在官方公佈這隻Figure之前 是有一個小插曲的 是有一張灰帽的相片 我沒記錯應該是在微博上流傳的 那時候我看到那張相片 我一下子還以為是 戰鎚 即是Warhammer 那些Lisman 那些 那些Miniature的相片 那當我知道 它原來是Mafine Toys的玩具 那當然就很興奮 因為我個人就非常喜歡這種造型的 生物 那這次實物到了那時候 我就沒有失望 其實也對外觀是沒有投訴的 那這次不論是那些雅 角 爪 這些地方 它都比那個插圖 做得更加收場 那龍的那種感覺 更加之濃厚更加之重 但是呢 我有一點就比較可惜一點 就是 可能由於那個 成本或者工序所限 那剛才我上衣術的那些地方 譬如牙、角、爪的地方 只得牙又做到這個塗裝 而身在很多角、爪的位置 就用回本身那種膠色 或者加了少少少黑色乾素的呈現 變成了看上去 就好數 就做不回剛才我看到 不論是那個盒面 或者一些圖片裡面插圖那種 比較嚴厲的感覺 不過幸好就是 今次Figure的身體 到了尾巴的機械部分 它有做到那種 好像生鏽的 修飾乾素塗裝 這個位置 幫Figure的顏色上 是加了不少分數的 今次Teladon雖然小了一點 不過外形我十分滿意 但其實很坦白說 剛才我看到實物的時候 我是有一個位置很擔心 就是 由於今次我們這些Raw 10系列 它的關節通常都是這種水平關節 所以當我們看到我們的Teladon 入圈的時候是這樣的話 我就很擔心它對翼只可以上下動 而不可以打開 不過其實我們今次這隻 這麼英俊的Teladon 它是今次我接觸這個Raw 10系列 第一隻 是有這個球關的角色 我們一起看看 首先 頭和頸中間這個地方 是有一個球關 而頸到身體中間這個位置 也有一個球關 當然 最重要就是 它的手這個位置 也有一個球形關節 最重要就是 因為這個球形關節 我們可以 替Teladon做回一個 飛行的形態動作 對於這隻飛龍來說很重要 不過我們看回它下面 也看到 其實這次它的皮膚 這些龍皮紋 做得非常漂亮 不過這次它對腳這個位置 就跟剛才的Huff一樣 都是水平轉的 不過反過來說 如果這個位置做了球關的話 我怕我們的Teladon站不穩 因為它除了是這個系列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唯一一隻 有這個球形關節的角色之外 它也是少數 在這個系列裡面 用實心膠造成的 Figure 我們看看剛才我們的 Huff 雖然它很大隻 但其實由於它是空心膠的 關係 它不算很重 相對於我們這隻 整隻都是實心膠 而且 現在打開了一段 也挺有份量的 聽說 這隻真的聚首很多 最後我們看看它的尾巴位置 這次它的這麼性感的機械尾巴 雖然其實沒有關節在這裡 但其實這個部分 它是有鐵線系在裡面 所以我們也可以咬這些位置 來做一些造型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我們的機械西牛阿赫 在去年代的再生Huffrigger 系列裡面 已經推出過舊版本的角色產品 不過 當時的外形和現在就很大分別了 去年代的時候 它是比較笨重一點 亦比較重 現在新版本的樣子看起來 就比較忍者歸一些 所以我最後都拿出 同樣都是Mcfrank Toy 出品的 再生Huffrigger 和Raw 10 Wave 1 的角色 讓大家做過的對比 玩完之後也講一下感想 這次的Wave 2 秉承了Wave 1 的優良傳統 首先外形方面 對於我來說 就不止滿分 我給我的評價非常高 而這個圖裝方面 的確是比較朴實了一點 所以如果對自己手藝有信心的師兄 不妨做下重途 至於可動方面 很老實說 我們玩這一類接近大膠的Figure 其實也不會預算可動性很高 碰一下我們遇上一些 好像 Teradon 這些 竟然的關節 可能性比一般高的 其實就當是賺了 最後價錢方面 這次Wave 2 就完成Wave 1 由於Wave 1 其實是沒有行貨的 所以我們要玩的話 就要由其他地方買回來香港 才可以玩 而這次Wave 2 是有行貨的 所以 好像我們這隻阿赫 機械西牛為例 它的價錢 和一隻普通版的DC Multiverse 是差不多 而我們機械飛龍 Theradon 比一隻普通DC Multiverse 的角色更加便宜 你說怎麼可能不入手玩一下 這次就是我們這個 Raw 10的Wave 2介紹 如果師兄們對我們 現在這個拍法 有什麼建議 或者有什麼指教 不妨留言給我們 多謝各位 ? Theradon I theradon